梅根·马克被警告 如果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选择今年在洛杉矶度过部分夏天的假期 她想远离聚观 跟私人生活愿望 很快就会受到挑战 上个月梅根·马克和哈里王子 宣布了减少代表女王参加官方活动的计划 便以为能过上了独立的私密生活 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在加拿大度过了新生活的最初几周 但根据皇室的专家表示 这一对夫妇可能很快就会搬到 梅根的家乡洛杉矶去 但是梅根和哈里或许很快就会发现 他们的隐私梦想恐怕要破灭了 因为公关专家希拉兹·哈桑声称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150个摄像头 来跟踪他们前往洛杉矶的一举一动 在接受维迪·维珍电台采访的时候 哈桑说 我在洛杉矶经营着一家最大的狗仔队公司 所以在梅根去洛杉矶之前 我们有团队针对梅根 金卡代山·加斯汀·比伯 已经做过了周密的安排 他下季要来洛杉矶 很可能会在这里待上一个月 他们会在洛杉矶买房子 我已经有了150个狗仔队随时等着他们 在洛杉矶降落 而这位公关专家继续说道 相信我 当梅根·马克尔到达洛杉矶的时候 我会给他装上很多的聚光灯 150个摄像头会随时跟踪到他 我们会让他曝光的频度 比金卡代山大100倍 梅根·马克尔被警告称 将会有超过100名狗仔队随时准备在洛杉矶跟踪他 梅根·马克尔和哈利王子宣布辞职后 不久便返回了加拿大 洛杉矶正在等待他们 整个洛杉矶都在等待哈利王子 梅根·马克尔的到来 因为他们将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品牌 众所周知 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非常注意自己的隐私 尤其是他们年幼的儿子阿琪的隐私 他们敦促媒体和公众不要破坏了他们希望的家庭和平与安宁 哈桑的公关机构由希拉兹创办的 本周早些时候在其Instagram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更新的消息 称该公司现在正在接受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的形象和代言请求 白清汉宫迅速否认了这一说法 称其绝对不真实 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访问了伦敦的加拿大之家 并在宣布消息后返回了加拿大 梅根和哈利之前曾公开谈论过他们的恋情 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在加拿大和九个月大的阿琪 度过了六个星期的假期 一天他们在Instagram上宣布了他们的计划 这一对夫妇曾希望在王室中为自己塑造一个新的角色 在追求经济独立的同时继续代表女王履行职责 在王室后来宣布梅根和哈利将不再是王室的成员 并证实他们同意在不被剥夺头衔的情况下 不以官方的身份使用他们的殿下HRH的称谓 座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也同意偿还 去年用于装修佛罗格莫尔小屋的240万英镑 将其返还给纳税人 而这一座小屋是女王送给哈利和梅根的结婚礼户 预计仍将是这一对夫妇在英国的主要居所 但是白金汉宫证实到他们现在将大部分的时间和他们的儿子在北美度过 白金汉宫补充说新王室协业的条款将在春季生效 大约在与此同时 梅根和哈利的新慈善平台苏塞克斯皇家基金会也将启动 这意味着梅根和哈利还会继续为皇室工作几周 下面是惹火英女王梅根宣战后火速逃离英国 留哈利王子收拾烂摊子 英国哈利王子与美国女行梅根马克尔结婚不到两年 宣布退出了英国皇室 此举惹恼了英国女王 更是有舆论批评梅根控制哈利直视讲红 而如今更有消息指出梅根在得知闯祸后 已经迅速返回了加拿大 只留哈利一个人在善后 据英国BBC报道 皇室记者已经证实梅根迅速回到加拿大和儿子相聚 目前只剩哈利王子一个人在英国善后 另外据每日邮报报道 这一次梅根和哈利的行为等同造成了往事的危机 且如果搬到了加拿大定居 当地政府必须要提供维安保护 而这一切造成的费用 全部都要由加拿大公民来买单 事实上哈利王子和梅根结婚后 95%的收入都来源于爸爸查尔斯王子 公共职责开销也是爸爸出钱 而自从梅根嫁入皇室后 一年花在他们身上的经济费用就高达了5000万英镑 如果是高级的王室成员 是不得以其他形式来赚钱的 据传英国王室认为这一份声明先斩后咒 事前没有和皇室的人知道此事 等同于宣战皇室的成员 女王对此震怒又失望 甚至连杜莎夫人蜡像馆都立刻移走了哈利王子梅根王妃的蜡像 目前该去只保留了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菲利普亲王 威廉王子 凯特王妃 皇家御厨 戴伦 麦格 克雷迪在推特痛批 哈利王子遭到控制 而梅根只是想红 他更直言 那些说戴安娜王妃会为此开心的人 你们根本不认识戴安娜王妃 他会为哈利受到这样的控制而生气 他会被哈利所做的事情而戚风 即使是戴安娜王妃最黑暗的日子都不及于此 其实在哈利和梅根正式结婚前 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小小的裂痕 威廉曾经问弟弟是否真的了解这一位 才认识了几个月的美国电视女演员 这么快就订婚了是不是有一些仓促呢 他们的母亲戴安娜曾经对两兄弟说 要娶一个自己真正了解的姑娘 威廉王子听从了妈妈的建议 在给凯特戴上结婚戒指之前 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八年了 威廉用妈妈的话提醒弟弟 在结婚这件事情上谨慎 但是弟弟已经沉迷于梅根的魅力 并不欢迎这一个建议 戴安娜说自己在和他们的父亲 查尔斯王子结婚的时候 几乎不了解他 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 最后我们来看 不受梅根影响英国王室成员齐聚 为凯特过38岁生日 凯特面色凝重 对于英国王室来说 今天可真的不好过呀 梅根和哈利王子昨晚 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 发布了一则让整个英国都沸腾的消息 他们决定要退出王室 而且要经济独立 梅根通过这样的方式 暂次抢占了热搜 而梅根太过于胆大了 93岁的英国女王提前 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梅根和哈利的行为 让整个王室都非常的有意见 而今天呢 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是凯特王妃的38岁生日 而对于梅根哈利王子 这样任性的举动 王室也只是发表了 非常简短的声明 说会尊重他们的想法 而如此一来 凯特王妃呢就完全没有了对手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今天王室成员齐聚 恳行顿功为凯特王妃过生日 而王室呢也是官宣了 凯特王妃的照片来庆祝 凯特王妃这一张照片呢 太简龄了 穿着灰色的毛衣 搭配着牛仔裤 这哪像三个孩子的妈妈呀 那么凯特王妃亲和力十足 其实自从梅根嫁入王室后 关于她和凯特之间 一直有着不和的传言 而后来梅根哈利 正是和凯特威廉分家 搬离了肯行顿功 更是让人觉得 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兄弟两个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 卡米拉和查尔斯王子 也是发布了一组照片 来庆祝凯特王妃的生智 凯特和卡米拉的关系 也是非常好 婆媳两个人同框 实在是太融洽了 英王室发照庆祝凯特王妃的生智 蓝里梅根闹笑话 是无声的反击吗 凯特王妃去年和女王单独出席过了好几个活动 表现得非常乖巧 而在去年一年正是梅根转变的一年 五月份生完之前一直都非常高调 而生了阿奇王子 休完了产假后就变得异常的低调 而圣诞节呢 更是在加拿大度过的 这完全打破了王室的传统了 很多王室的专家都在批评梅根 简直是目中无人 这简直热怒了整个王室儿 而今天王室的高级成员齐聚 为凯特王妃过生日 也是对梅根昨晚发表不声明行为的无声反击 可以看到尤金尼公主亮相 又知道前年尤金尼公主因为梅根哈里的婚礼 不得已将自己的婚礼推迟到了十月份 让梅根哈里赚足了眼球 那场童话般的世纪婚礼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 而没有想到不到两年的时间 竟然在梅根的身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凯特王妃罕见自己开车一脸颜色的样子 也是非常的罕见 而据悉这一次王室成员齐聚 是否会针对梅根的行为再次商议呢 梅根和王妃这一次的行为 真是让王室措手不及 而梅根高调嫁入王室 甚至于一度抢走了凯特王妃的风头 如今竟然绕半路退出 这是怎样的一波操作呢 在发布声明的前一天也是梅根的新年首次亮相 以全新的形象亮相备受好评 毕竟去了加拿大这么久 回到英国的首次营业 梅根的一品功底依然相当优越 我们带在冬似的地方 每16点法 楼检测